大陸珠瘟疫情 台湾提高警觉防堵 不过民族专家提醒 2019年是几亥年 恐怕是病猪年 就是亥是属于水 那水属经济 那水属经济 又是我们又是猪嘛 所以你看 那个台湾得要防止 这个珠瘟的发生 民族专家林正义解释 几亥年亥对应到猪 从天干地支五行看 天干几五行属土 地支亥五行属水 土壳水相克为凶年 例外地母经中 古人对年余的预测 2019年也可能有很多问题 会有瘟疫 还有一些细菌 瘟疫包括了细菌 还有就是说 你的生产量 可能会有大问题 加上2019年 是民国108年 台湾民国尾数逢八大胸 从过去案例来看 民国九十八年八月八日 当时台湾中南部遭遇五十年来 最严重的八八水灾 造成六百八十一人死亡 时间再往前推 民国八十八年台湾发生 九二一大地震 夺走两千四百一十五人性命 圈台五万多栋建筑物倒塌 还有民国六十八年 中美结束六十六年的建交关系 民俗专家也说 这跟每个国家的天数有关系 明朝的Lucky数字是七 那这个秦朝的Lucky数字是六 这是每一个国家 它的数就是不太一样 不管是年份的天干地之五行 还是民国年份尾数 从民俗角度看 2019年都得小心再小心 三星王室为刘兴 台湾到